我在奉鑼的這個企劃之後 一直都在醞釀著 到底有什麼新的題材 或者新的創作模式 可以刺激到自己 二三年7月完成了一個演唱會 演唱會之後 其實對我的看法也很大的改變 找到一個新的方向 以傳統歌手要涉獵不同合作 才做到這個大家所聽到金榜提名的project 兩年前寫了劇本 我就覺得這個劇本 和我想做的今次的音樂企劃的命題 或者出發點很吻合 當然因為始終一個電影劇本 他有很多場戲 我就抽取了幾個角色 將一個電影劇本裏面的角色抽出來 而他們首次登場竟然在舞台上 我就覺得市面上相對比較少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吸引力大了很多 歌手在今次這個show裡面集合 其實那個意識 或者歌詞 或者詞彙上面 他會很 和我以往的音樂 或者我以前的演出會很不同 2月22日金榜提名這個演唱會成形之後 我覺得因為角色都頗多 那我就覺得因為可能基於它是一個電影劇本 變奏出來的演唱會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要有一首主題曲 這首主題曲是給觀眾的一個預告片 每一個角色出發他們在想的東西 這首歌今次是八分多鐘 因為我覺得其實長的歌曲 其實你只要有足夠的元素 去牽引著觀眾的情緒 令到他們想一路聽下去了解多一點 那其實這首歌到底是四分鐘 六分鐘 八分鐘 甚至你說十二分鐘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包袱 那我覺得今次的合作 其實遇到很多很talented 就是很有才華 新一輩 那這個都是我自己在這三年裡 要脫離我一個 comfort zone 那所以才會選擇一個 這麼鮮明的題材 而在這個題材融入在音樂裡面 而它不單單是一首歌 它是一個演唱會